大家好,我是肉豆 绝命毒师在2008年横空出世 成为爱美奖的一匹黑马 好评如潮 也被评为世界上评分最高的电视剧 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 可以说是必看的美剧 之前呢,我用两期视频 为大家解说了绝命毒师第一季的故事 没想到你们热情高涨 那么第二季自然是要安排上的 在上一季里,我们的男主老白 原本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化学老师 突然一天,得知自己身患绝症 为了死前给老婆孩子留下一笔巨额遗产 决定跟学生小粉联手制作 甲基安非他明赚钱 然而没有想到 出货的黑老大屠夫 是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疯子 杀人根本不需要理由 合作起来是战战兢兢的 第二季的故事 紧随其后 老白出完货,回到车里数钱 把什么房贷啊,抚养费啊,学费啊,生活费啊,七七八八的 全部算起来一合计 想着给老婆孩子留73万美元 是足足的就够了 满打满算,只要就这么干三个月 应该能金盆洗手 刚发动车子,没走两步 突然就被屠夫给拦下了 原来,第一季结尾被揍得头破血流的小弟快挂了 想让粉白二人想想办法 老白下车,瞅了一眼,这脉搏都停了呀,没救 屠夫脑火的踹了一脚,交代胖手下,随便处理了 两人下了胆战心惊 回去后,小粉买了一把墙,喊上老白商量 昨天晚上,他的手机无缘无故响了七八次 屠夫的车呢,就在家门口晃荡 我们亲眼目睹过他杀人 你觉得这个疯子会放过我们吗 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他给干 老白是既紧张又焦虑 这个事儿啊,要好好计划计划 你准备怎么搞呢 你连个弹夹都打不开 就这怂样还想去杀黑道大哥 退一万步说 万一他死了,我们的货卖给谁 商量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夜里呢,疲惫不堪的回家 隐隐约约发现不远处停着一辆熟悉的车 这不是屠夫的吗 老白吓得是一夜没睡 隔天一早,找到小粉 问他有没有泄露自己的信息 小粉当然是没有啊 显然是屠夫正在调查他们的底气 如果顺藤摸瓜 查出老白还有一个当极度警察的妹夫 那还不原地爆炸 看来是必须要想办法先弄死屠夫了 小粉的枪肯定是不靠谱 只见老白缓缓的掏出一袋豆子 要用这个杀他 原来这个东西叫必麻豆 能够提炼一种叫做必麻毒素的剧毒物质 只要7毫克就能治人死地 是国际间谍以及恐怖分子常用的杀人手段 说干就干 小心翼翼的提炼出必麻毒素 倒进一小袋货里 下次计划交易 把这玩意儿当样品给屠夫验货 到时候一命呜呼 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 正在商量 妹夫汉克突然打电话过来 言语中提到手头正在办一个案子 现场挺有趣的 于是拍了一张照片传过去 让老白开开眼 一看吓了一跳 现场就是屠夫打死的小弟 和另一个胖手下的尸体 老白和小粉吓得是魂飞魄散了 难道说屠夫这条疯狗 已经开始杀人灭口了 连自己的手下都不放过 岂不是很快轮到我们 小粉收拾东西 打算连夜跑路 老白抢过枪 赶紧回去保护老婆孩子 这边的汉克仔细检查 才发现似乎是个意外 胖手下处理尸体的时候 手臂不小心被废旧汽车的零件卡住 换了一道伤口 拔也拔不出来 最终失血过渡而死 老白忐忑不安的 准备带着家人开溜 可白大嫂看他一脸紧张 起了一心 两个人没聊几句 电话响起 找到窗边一看 发现小粉的车在门口等他 说好的跑路怎么又折了回来 出门想把他轰走 可谁知道 后座却缓缓冒出一个持枪的光头 正是屠夫 胁迫老白上车 这就在家门口 为了老婆孩子的安全 只能乖乖听话 开着车 连夜来到郊外的一所小坡屋 屠夫双腿瘫痪的书书 也是当年道上有名的丁丁书 就住在这 原来警方从被打死的小弟身上 发现了指纹 连夜抄了他的老窝 屠夫侥幸跑路 误以为是胖手下出卖的自己 走投无路之下呢 绑了老白和小粉 打算带他们去墨西哥 然后再图东山再起 两人一听傻了眼 老白上有老婆下有孩子 卑微的很 怎么可能去呢 小粉也不想去一锅台墙 可屠夫凶向毕露 非去不可 只能先随口敷衍 结果屠夫是越说越嗨 拿起桌子上的剧毒样品 就想吸上一口 两人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然而对方只是闻了闻味道 有点不对劲 小粉在旁边添油加醋 这是加了辣椒粉的新配方 保证你爽得飞起 但是屠夫最讨厌辣椒 不吃了 将样品扔到一边 两人是大失所望 屠夫负责偷渡的兄弟 马上就到了 再不下手 晚上就要墨西哥见了 老白和小粉如坐针毡 思来想去只能下毒 可丁丁叔看似痴呆 但好像似有若无的 老盯着他们 老白上前试探一番 这老头没什么反应 才小心翼翼的 把样品收起来 悄悄撒进饭里 屠夫毫不知情 正要开动 没想到丁丁叔突然摇零 两人是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直到丁丁叔一把将盘子呼倒在地 伸出手指 颤巍巍的指向他们 这才隐隐的感觉到不对劲 屠夫告诉丁丁叔 摇一下代表是 不摇代表否 当他问到这两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 竟然栽到了个瘫痪的老头身上 屠夫满腔怒火 一把拽住小粉一顿暴打 逼问他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就在关键时刻 老白发现小粉悄悄地在沙里摸石头 灵机一动 把计划下毒杀人的事情全都抖了出来 目的就是吸引助力 而小粉立马弹了起来 抄起石头往屠夫脑袋上招呼 流打到雷起 两人将他留在原地 自生自灭 上车刚要跑路 突然远处尘土飞扬 一辆车渐渐地靠近 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顶静一看 来人竟然是自己的妹夫汉克 原来自从老白失踪 一家人急的是六神无主 到处托人打听发传单 白大嫂怀疑老公在吸一些精神类的药物 或许跟之前卖货的贩子小粉有来往 而汉克顺腾摸瓜 查到了小粉的车辆信息 靠着车载防盗追踪系统定位于此 但汉克下车 正好撞见爬起来的屠夫 这不是刚被端了窝的黑道老大吗 话不多说直接拔枪爆头 粉白二人不敢停留 立马趁乱溜走 在荒野里漫无目的的游荡 为了不被人发现 只能分头行动 老白搭了个便车 来到小镇的超市 拖得干干净净 大油大摆的游荡 路人还以为见到了疯子 拨通了急救电话 送往医院 白大嫂母子接到消息 赶去探望 一通检查没什么问题 只有轻微的虚脱和神志不清 做个精神鉴定就能出院了 当然了 神志不清是装出来的 只要装傻充愣 这几天干了些什么 也没人会问 问也问不清楚 是吧 汉克回橘子 向上级报告 小粉的车就在现场 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 警方随即展开调查 在门口堵人 另一边的小粉 找到之前的独友帮忙 也就是上一季里 被他踹下车的老哥 江湖人称猴子 两人一直躲在暗处 跟警察走后 立马跑到第二室 把所有烹饪的器械和材料 全部扔到房车里 让猴子的表哥拖走 紧接着 叫来一个小姐 跑到汽车旅店一起嗨 让猴子找个公共电话 举报自己 果不其然 警察碰门而入 将小粉抓进去 无论汉克怎么问 小粉是一问 三不知 自己这几天 一直跟妹子待在一起 哄哄哄的 自己的车被偷打 发生什么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汉克翻出 从车上搜出的 大笔不明来度的钱 这就是之前 小粉赚的全部积蓄了 虽然心疼 但也只能装傻充愣 这钱不是我的 我不知道 眼睁睁地看着两人 把辛苦钱全部没收 汉克没办法 再去审问小姐 但别人早就商量好了 而且小姐之前 被汉克人格侮辱 对她是恨得要死 更不可能合作 眼看没什么结果 必须放人了 汉克却突然有了办法 原来 竟然是把丁丁叔找来 老办法 摇铃一下代表是 不摇代表否 只见丁丁叔 目露凶光 死死地盯着小粉 明显 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 而一旁的汉克 暗自偷笑 这下你总栽了吧 然而 让人大跌眼镜 无论怎么问 丁丁叔是纹丝不动 原来 丁丁叔曾经是 风云一时的 墨西哥黑帮老大 虽然恨小粉 但更恨警察 打死也不可能 跟警察合作 如此一来 小粉只能被释放 而老白被断定为神智失常 两人彻底的撇清了 屠夫的关系 虽然暂时安全了 但是屠夫死了 没了出货渠道 这个事又唠得危机四伏 以后该怎么赚钱呢 两人不禁陷入了沉默 出演回家 夜里两口子闲聊起来 白大嫂突然问起 你是不是有两部手机 原来呀 他被绑架的那天夜里 接过小粉的电话 可后来 汉克调查他的通话记录 根本就没有了通电话 说明老公 肯定还有另一部手机 老白想装傻充愣 但是白大嫂 老人相信 夫妻俩有了隔阂 默不作声的各自睡去 隔天 老白约小粉 在商店碰头 开门见山 最近要花时间陪陪家人了 没时间搞烹饪料理了 等凤头过了再联系 小粉都懵了 现在自己穷得叮当响 你说不搞就不搞 难道要我上街发传单吗 或不担心 隔天 小粉的父母带着律师过来 要收回他正在出售的房子 原来呀 之前汉克找老白的时候 也找过小粉的母亲 他放心不下 儿子就去房子里看了一眼 正好发现了这些烹饪器械 看来孩子是没救了 房子的产权在父母手里 说收就收 没有告发他 已经算是仁慈 如此一来 小粉被轰出家门 流落街头 想去找几个哥们接触 问了一圈 没人愿意收留 看来都是表面兄弟 回头一看 用来拖行李的摩托车 也被人偷走了 走投无路 深夜 想起搞烹饪的房车 停在猴子表哥的车库 于是打算去车里凑合一碗 翻墙进去 不小心踩到了厕所 见得满身屎尿 实在是太委屈了 忍不住痛哭一场 戴上防毒面具入睡 隔天一大早 猴子的表哥以为车库有贼 持枪闯了进去 小粉呢 就想把车开走 问题是啊 东西都给你弄好了 加上拖车费啊 休礼费啊 一共1500美元 一手交钱 一手交车 小粉现在连1块5都拉不出来 要是以前哪在乎这点钱 你先把车给我 还两天我给你2000 行不 然而表哥不乐意了 小粉故技重施 趁其不备开车就溜 这边的老白也不好过 为了弥补夫妻感情 只能安心在家陪家人 做做家务 可是白大嫂毫不领情 有样学样 挺着个大肚子在外面晃 成天不回家 明显就是在报复老公 让你也体验体验这种感觉 为此两人找个时间聊了聊 白大嫂希望对方实话实说 可老白有苦难言 越聊越崩 失望之下甩门而去 等老白抬头 赫然发现家门口 停着自己搞烹饪的房车 他吓了一跳 赶紧冲过去 果然是小粉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把车子开到我家门口 他也无赖 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想让老白分一半的货钱给他 毕竟他的损失 老白也要算一分的 人家正在气头上 劈头盖点的一顿骂 小粉呢 也被骂得忍无可忍 两人大打出手 打归打 不至于真的下死手 冷静下来呢 老白还是分了他一半的钱 小粉找到猴子的表哥 把欠款还上 顺便又把房车继续放在这 也安全 紧接着又租了一栋房子 也认识了美女房东 珍妮 这边的老白 第一阶段的治疗也结束了 情况还算不错 可算算账 竟然要花好几万美元 刚到家 之前虚托住院的账单也到了 又是一万多 雪上加霜啊 把之前赚的钱数了一数 所剩无几 没办法 现在也顾不上修复家庭关系了 没多久 通知小粉 咱们正式开工 可是问题来了 屠夫死了 没有出货渠道 小粉在集图所有案底 被盯得死死的 搞零售风险太大 小粉有了主意 不如咱们接手屠夫的生意 一边生产一边分销 建一个销售网络 省去中间商赚差价 也不至于跟小散户打交道 你看怎么样 老白也是不同意啊 你那点倒行根本不行 也不想搞那么多不认识的人进来 但小粉这次格外强硬 当初说好的 你负责生产 我负责销售 你要不听我的 咱们现在就分行李三伙 没办法 要赚钱啊 只能同意 小粉赶紧回家 喊来几个狐朋狗友 包括猴子啊 胖子啊 瘦子啊 让他们去销售 一样撕两千五 自己得两千 他们抽五百 说干就干 自从屠夫死后 市面上供需不平衡 供不应求 哇 老白他们的产品一进退出 是立马被抢购一空 然而 人在江湖走 哪有不失洗 很快就碰到了问题 这天晚上 瘦子在卖货的时候 被一对独隐夫妇 持刀打结 损失了一盎司的货 隔天结账 老白听说的这个事 一肚子虎 搞批发分销 却没有当大哥的本事 结果货被抢了 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那以后还怎么做生意吗 以后是不是 是个人过来抢就完事了 这个事绝对不可能这么算了 小粉是无可奈何 那行吧 你说怎么弄吧 而老白陷入了沉默 以上是绝命毒师第二季 一到五集的故事 为了能够继续赚钱 两人甚至开始建立了 自己的销售网络 从一开始的小本生意 赚足钱就收手 到现在已经越来越 向着大毒销的方向迈进 想要震住场子 光有祸不行 必须有打手跟武器的支持 可老白和小粉 一个冰入膏肓的化学老师 一个不学无数的二愣子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另一边 随着蓝色极品货 打通市场 警方和妹夫 势必会有所察觉 事情的发展 又会如何呢 如果大家对后期故事感兴趣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就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点个关注 及时收到更多 更精彩的视频推送 本期视频 点赞过8万 下期继续介绍 天才化学老师 和二愣子的亡命之旅 我是恶斗 一个让你沉溺于故事的讲述者 龙缩电影精华 又不是它本来的魅力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我的微信号 除了能第一时间收到推送 更有独家解读的视频 等待你的发掘 扫描它 然后带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